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我們自己很有幫助那就很好了 但即使招夜一兩條到我們很有幫助已經很好 那我試著把今天的整章做一個歸類 我試著把今天整章做一個歸類 一開始講的是人要受教 一開始講的是人要受教 第一節人屢次受責罰仍然印著景象 他必請客敗壞無法可治 人屢次受責罰仍然硬著頸看 他必傾客敗壞無法可治 為什麼會受責罰呢 為什麼會受責罰呢 因為他所做的事情不合社會的常理 因為他所做的事不合社會的常理 那麼他就會遇到困難 譬如說他會犯罪 譬如他會犯罪 他犯罪會受管教 犯罪會受管教 他受管教之後他沒有去修正 他終於有一天他就會請客敗壞了 受管教之後他沒有立刻去修正 他終於是會傾黑敗壞 那麼犯罪是其中的一條路 犯罪是其中的一條路 那其實還有不同的路 其實還有不同的路 這個譬如說第三節 譬如說第三節 與妓女結交的卻浪費錢財 與妓女結交的確浪費錢財 根據妓女結交有沒有犯罪呢 跟妓女結交究竟有沒有犯罪呢 當然在很多的國家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在很多國家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一直往那條路走的時候 其實最後你就會請客敗壞的 但是你往這條路走的時候 你就會傾黑敗壞 你追求情慾 追求性的滿足 這個路一直走的時候 你一定會出問題的 你追求情慾 你追求性的滿足 你跟著這條路走的時候 你到最後會傾黑敗壞的 這個可能你的家就開始有問題了 可能你的家就開始有問題了 你的配偶就整天跟你對立了 你的金錢就出現問題了 你的金錢出現問題 越走越遠之後 他就會請客敗壞 無法可治 越走越遠之後就會傾黑敗壞 無法可治 第四節也是一樣的 所要賄賂使國傾敗 所要賄賂使國傾敗 你說我不追求女色 但是我追求金錢 你說我不去追求女色 但是我去追求金錢 追求金錢不一定犯法的 追求金錢不一定會犯法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君子之愛取財有道 總之我合法的賺錢是沒有問題的 總之我合法的賺錢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整天腦中想的 盡都是錢 我整個心思一念都在那個身上的話 終於有一天會出問題的 但我腦中想著去賺錢的時候 我整天去思想的時候 終於會出問題 第五節 第五節 慘味淋舍 慘味淋舍的 就是我討人的喜悅 就是我討人喜悅 我自己最後終究會出問題的 自己終究會出問題的 所以人女是受責罰呢 我們要能夠悔改的 所以人女是受責罰的話 人是會悔改的 我們不要硬著景象 我們不要硬著頸 真言書會告訴我們 許多的人生的道路 真言書會告訴我們 人生很多的道路 很多是不可以走的 很多是不可以走的 你一直往前走就會出問題了 你一直往前走就會出問題了 所以是一個路線的問題 所以是一個路線的問題 一直追求情慾 一直追求情慾 一直地去追求金錢 一直地去追求金錢 一直地討人喜悅 一直去討人喜悅 這個路一直走下去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 就是其實它一定會出問題的 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的時候 終究會出問題 可是我們不願意去調整的時候 最後就會請客敗壞了 但是我們不願意調整的時候 就會傾黑敗壞 那我們可能就會想說 那什麼是對的路呢 那我們就可能問 什麼是對的路呢 第三節 第三節 要愛慕智慧 要愛慕智慧 第四節要愛慕公平 第四節要愛慕公平 第五節對人要有對的態度 第五節對人要有對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整章在講的都是要追求智慧公平 然後跟人有一個對的關係 然後跟人有對的關係 然後跟人有對的關係 第七節 第七節 一人知道查明窮人的案 惡人沒有聰明就不得而知 二人知道查明窮人的案 惡人沒有聰明就不得而知 這句話的另外一種翻譯是 一人尊重窮人的權利 這句話的另外一種翻譯是 另一個翻譯的說法就是 二人追查窮人 尊重窮人的權利 就是他受冤屈了 那麼他願意去幫他調查 就是當窮人受到冤屈的時候 二人幫他調查 但是邪惡的人 他沒有這樣的同情心 但是邪惡的人沒有這樣的同情心 他就沒有這個聰明去做這樣的事情 他就沒有這樣的聰明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一到七節是一段 所以一到七節是第一段 講的是我們要愛慕智慧 我們要看重公平 我們要保護窮人 講的是我們要愛慕智慧 我們要愛慕公平 我們要保護窮人 第八節到十四節又是另外一段 第八節去到第十四節 也是另外一段 八到十一講的都是 我們也是要愛慕智慧 八到十一節的時候都是講愛慕智慧 因為一個智慧人所做的跟一個 跟一個 跟一個 謝曼人 愚望人 他們所帶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一個智慧人所做的 跟一個謝曼人 愚昧人所做的 帶出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智慧人所在的地方都是平安的 智慧人所在的地方都是平安的 他是和諧的 都是和諧的 但是謝曼人在一起呢 整個他在的地方都是會有很多紛爭的 但是謝曼人在一起的時候 他在的地方都會顯出很多紛爭 我對這句話就滿有感覺的 我對這句話很有感覺 曾經有一個主管就是提升我 曾經有一個主管提升我 我就問他說你為什麼會提升我 我就問他為什麼你會提升我 因為是一個滿大的提升 因為是一個挺大的提升 他就說你不在的時候大家都在吵架 他就說當你不在的時候大家都在吵架 他說他看我在的地方都沒有什麼問題 他就看你在的地方都好像沒什麼問題 然後我就發現說原來這個主管 對於同事之間的爭鬧非常的苦惱 就是我發現原來上司對於同事之間的爭鬧 非常之苦惱 然後我又在想說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然後我就在想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在的地方就好像都沒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在的地方都好像沒什麼問題 我後來的反省是 因為那個時候在教會做滿多牧羊 我那時候的反省就是 那個時候我在教會做很多的牧羊 其實做牧羊有一個訓練就是 常常我們都先聽別人講 其實我們做牧羊的訓練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經常都聽其他人講 所以辦公室有任何的爭鬧呢 兩邊都會跑來跟我講的 所以辦公室兩邊有爭鬧的時候 兩邊都會跑來跟我說 那你就聽喔 那我就聽 就聽 其實不管他講的是對的還是錯的 其實不管他說的是對的還是錯 我們就照著他所描述的畫面 然後呢就去安慰他 然後告訴他說其實你 你可以有另外一種想法的 我們就按住他的需要環境 我們就去安慰他 和告訴他 你現在的狀況會有另一條出路的 所以辦公室的很多的爭鬧到底在吵什麼 我就會滿清楚的 所以辦公室究竟有什麼爭鬧 我是會滿清楚的 然後他們都 既然是爭鬧的話 就是兩邊都不太暢快 既然是爭鬧的話 就是兩邊都不太暢快 然後兩邊都會對立 然後兩邊對立 那需要找人受安慰 所以要找人受安慰 然後就找到我了 然後就找到我了 然後找到我了 所以我後來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 就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智慧人所在的地方 其實大家是會心平氣和的 就是智慧人所在的地方 大家都會心平氣 所以我們要追求智慧 所以我們要追求智慧 我們通常都是 為什麼謝曼人在的地方 會善禍通誠呢 為什麼謝曼人的地方 都會善惑通誠 謝曼人是驕傲的人 謝曼人是驕傲的人 其實他不一定貪財的 其實他不一定會貪財 他不一定有一些道德的問題的 他不一定會有道德的問題 但是他就是覺得自己非常厲害 但他覺得自己非常厲害 他就覺得對方不行 他覺得對方不行 他覺得對方不行 他就要去教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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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 總之在各方面他想勝過對方 總之他想在各方面都贏過對方 那個真敬在整個群體不斷地去傳遞了 總之真敬不斷在群體裡傳遞 真敬是很麻煩的 真敬是很麻煩的 我甚至聽過有一個教會 我甚至聽過有一個教會 就有一個木道友 然後他生病了 在醫院裡面 在醫院裡面 不同的人去探望 不同的人去探望他 但是他是屬於不同的牧區 但是他屬於不同的牧區 所以是在搶這個牧道友 所以就在搶這個牧道友 這個非常匪夷所思對不對 這個是非常匪夷所思 真敬 真敬 就覺得我可以比較厲害一點 就覺得我比較厲害一點 我應該比對方厲害一點 我應該比對方厲害一點 那其實這個都是所謂的謝曼人 其實這個都可以是成為蝕曼人 一個愛慕智慧的人 他是會讓整個群體的氣氛和諧的 一個外貌智慧的人 可以令整個群體氣氛和諧 但是第九節說 智慧人跟餘望人相爭的時候 那裡的結果都不是太好 智慧人也會遇到餘望人 智慧人也會遇到餘望人 還有第十節 耗流人血的 他其實也會恨惡完全人的 智慧人雖然會使眾人平息 智慧人雖然能夠使眾人平息 但是他還是會遇到餘望人的 但他仍然會遇到餘望人的 他還是會遇到耗流人血的 他仍然會遇到耗流人血的 那麼他還是有對頭的 他也會有對頭的 那所以要面對這些要有智慧 所以面對這些人的時候要有智慧 十一節就講到說 智慧人他不但能夠讓整個事情平息下來 其實他自己也會控制好自己的情緒 不單止能夠好好平息地整個事情的時候 他也能夠好好控制自己 所以我們講到說我們愛慕智慧的時候 所以講到我們要愛慕智慧的時候 就不一定是講說 對某一件事情的看法做法 很有他的思想 就不只講到我們對一件事 有好自己的看法和他的方法 他更多的是在講說 他所帶來的一個情緒的穩定 他講的是更多是說帶來情緒的穩定 他可以讓整個群體是和諧的 他可以令整個群體和諧的 然後自己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也可以耐著性質先忍住 然後把事情處理好 他在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仍然可以忍住 他平息到自己的心 然後把事情處理好 但是慾望人就怒氣全發 但是慾望人怒氣全發 所以我們要愛慕智慧 所以我們要愛慕智慧 我們要追求一個好的情緒管理 接著十二節開始 又是在講真實 十二節開始又講一個真實 我們要愛慕真實 我們要愛慕真實 君王若聽謊言 他一切的臣僕都是奸惡 君王若聽謊言 他的一切神僕都是奸惡 君王就是做領袖的 君王就是做領袖的 其實有一些領袖呢 他只想聽正面的 其實有些領袖只是想聽正面的 或者只是想聽好聽的 只是想聽好聽的 其實是危險的 其實是危險的 因為不好聽的他不聽 所以不好聽的他不聽 那麼這個不好聽是哪些東西呢 不好聽是什麼 那些東西累積久了之後 它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些事情累積久了 是會成為很大的問題的 因為他一直不想聽 因為他一直不想聽 那個地方就會成為一個虛謊 那個地方就會成為一個虛謊 所以君王要追求真實 所以君王要追求真實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 都也可以說是一個君王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一個君王的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主管 我們很多時候是一個主管 我們可能都是做父母的 我們可能都是做父母的 我們都要追求真實 我們都要追求真實 你說小孩為什麼會跟你說謊呢 為什麼小孩會跟我們說謊呢 常常是因為懼怕 常常因為懼怕 他怕他講出真實之後呢 你會生氣 他怕他講出真實的時候你會生氣 這個時候他就選擇我用說謊 所以那個時候他選擇說謊 譬如說成績不好 譬如成績不好 成績不好回去會被打 成績不好回去會被打 不如我來改成績好了 不如我們改成績 這個就是謊言 這個就是謊言 不如我成績單就說弄丟了 不如我說我把成績表弄不見了 那這樣父母就不知道了 這樣父母就不知道 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謊言 這個就是謊言 我們跟屬下也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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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怕屬下告訴你真實的狀況 不要讓屬下怕說出真實的狀況 因為他一怕講的時候 你就會不能夠掌握 因為他一怕不說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掌握 那一塊其實就是出問題的所在 那個區域就會成為出問題的所在 所以我從以前到現在 常常會跟這個暑假講說 我要的是真實 所以我從以前到現在都跟屬下說 我需要的是真實 做不好是OK的 做不好是OK的 你做不好或者做不完我知道了 那我可以處理嗎 你做得做不完或者做得不好 我都還可以處理 但是如果是假的 那到時候連我自己都會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 如果是假的話 到時候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要追求真實 所以我們要追求真實 真相是最重要的 真相是最重要的 因為知道真相才可以有一個對的回應 因為知道真相才可以有一個對的回應 所以我們不要怕別人把真相講出來 所以我們不要怕別人把真相講出來 要讓他有這種勇敢 要讓他有這種勇敢 不要喜歡聽那些好聽的 不要只是聽一些好聽的 我們要追求真實 我們要追求真實 所以我們師母講得很好 所以我們師母講得很好 真光真理真感覺 真光真理真感覺 有一個真的感覺的時候 其實你收到別人的真感覺 你也會比較了解一個正確的狀況 如果真的感覺 也都接收到別人真的感覺的時候 才會了解到狀況 那大家就會透明 大家就會透明 否則其實這個虛假會不斷地建築起來 否則這個虛假會不斷地建築起來 這個也是現代社會的問題 這個也是現代社會的問題 我們大部分都是很尊重的 我們大部分都是很尊重的 好聽叫做尊重 好聽叫做尊重 其實他也是一個虛黃的 其實他也是一個虛方 譬如說你聽到一個傳道人講道 譬如你聽到一個傳道人講道 其實講得蠻差的 其實他講得很差的 但是你看到他的時候 你還是說你今天講得很好 但你看到他的時候 也跟他說你今天講得很好 他就真的覺得自己講得非常好 他真的覺得自己講得非常好 然後這樣子就十年過去了 然後就二十年過去了 然後就退休了 然後就退休了 其實他一輩子講道都是講得很差的 其實他一輩子講道都是講得很差的 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誰會對我們講實話呢 誰會對我們講真話 老婆會對我們講實話 老婆會對我們講真話 我們的孩子會對我們講實話 我們的孩子會對我們講真話 所以其實願意跟我們真實的互動的人 其實不多的 所以其實願意跟我們真實的互動的人不多 那些人是會真正幫助我們的 那些人是會真正幫助我們的 那些人是會真正幫到我們 我們要鼓勵他們對我們說真實的話 我們要鼓勵他們對我們講真實的話 我記得有一次我孩子跟我吵架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孩子跟我吵架的時候 我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跟爸爸講話 我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跟爸爸講話 我說爸爸在外面講話是很多人聽的 他說對呀 因為他們都是怕你的 他說對呀 因為大家都是怕你的 他說我是你兒子 我才不怕 我是你兒子 我才不怕 我瞬間是無法回應的 我瞬間是無法回應的 就是他會講得很直接 就是他會講得很直接 其實我們需要直接的 其實我們需要直接的 我們需要真實的 我們需要真實的 我們如果開始不想知道真相的時候 我們就是那個君王 如果我們開始不想聽到真相的時候 我們就是那個君王 我們不只沒有辦法掌握到真實的狀況 我們不單止沒有辦法掌握到真實的狀況 他一切的臣仆都是奸惡的 他一切神仆都是奸惡 就是他的臣仆都會變成殺謊者 他們的臣仆都會變成殺謊者 因為你喜歡聽謊話 因為你喜歡聽謊言 你喜歡聽謊話的時候 那麼大家就把謊話給你了 你喜歡聽謊言的時候 大家就把謊言給你 這個我記得有 譬如說國家推行一個政策 譬如說國家推行一個政策 譬如說我們要種一個西瓜 譬如說我們要種一個西瓜 那種得又大又好 種得又大又好 那因為這個國家看中這個 因為國家看中這個 那大家就會把他所種的西瓜 講得又大又圓 大家就會把自己的西瓜 講得又大又圓 最後這個西瓜就會越長越大 最後這個西瓜就會越長越大 最後這個西瓜可能長得跟人一樣大 最後這個西瓜可能跟人一樣大 其實官員也不會去調查真相 其實這個官員也不會去調查真相 他只是想要知道一個數字而已 他只是想知道一個數字 他只是想要知道一個好聽的消息而已 他只是想聽到一個好聽的消息 那麼大家為了要給他好聽的消息 就會開始編造謊言 大家為了給一個好的消息 他就會編造謊言 所以真實很重要 所以真實很重要 我們喜歡真實 大家就會把真實是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喜歡真實的時候 大家就會把真實給你知道 我們喜歡謊言的話 大家都把謊言就給你了 如果我們都喜歡謊言的時候 大家就會把這個謊言給我們 所以要求主來幫助我們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好 所以1到7節這邊講的就是要 智慧、公平、窮人 所以1到7節那裡講就是 智慧、公平、窮人 8到14節也是講到要智慧、真實、窮人 第8節那裡講 8到14節都講智慧、真實、窮人 14節 君王憑、誠實、判斷窮人 他的國位必永遠堅立 14節 君王憑誠實、判斷窮人 他的國位必永遠堅立 那你說君王不憑、誠實 那他憑什麼呢 你說如果君王不憑誠實 那會憑什麼呢 他可能又憑的是金錢 可能他憑的是金錢 所以怎樣去看待一個弱勢團體呢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怎樣去看一個弱勢的群體是很重要的 我們怎樣去看待窮人是很重要的 我們怎樣去看窮人是很重要的 第7節 窮人當他有冤屈的時候呢 你要去幫他解決的 第7節當窮人有冤屈的時候 我們要幫他解決的 他可能沒有錢去伸張真意 你要去幫他的 因為你是權柄啊 因為你是權柄啊 十四節也是一樣的 十四節也是一樣的 我們一來是要幫他 我們一來要幫他 但是也不要因為他是窮人 就特別偏袒他 但也不要因為他是窮人 我們就特別偏袒他 我們要替他伸冤 我們要替他伸冤 我們要憑誠實來判斷窮人 我們要憑誠實去判斷窮人 當我們在追求智慧的時候 我們對窮人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我們對窮人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比我們弱小 因為他比我們弱小 而且神非常在意這樣的事情 而且神非常在意這樣的事情 甚至呢 第14節說呢 只要這個君王 他善待窮人的話 神就要建立他的國位 他的國位必永遠建立 他的國位必永遠建立 是誰讓他的國永遠建立呢 就是神啊 所以等於是說呢 神非常看重一個君王 他對於窮人 對於弱勢族群的態度 所以就是說 神非常體重君王 怎樣面對這個弱勢群底和窮人 一個握有權柄的人呢 如果他對於弱勢團體呢 他沒有好好對待他 神就要把他換了 所以如果這個君王 沒有好好對待這個弱勢群底的時候 神就要將他更換 這個君王就變成是一個沒有智慧的君王 這個君王就會成為一個沒有智慧的君王 他會請客敗壞的 他會傾黑敗壞的 因為他對窮人不好 因為他對窮人不好 他對弱勢族群不好 他對弱勢群體不好 好 再來15節開始 再來15節開始 15節到19節 15節到19節 他講的還是講智慧 他講的都是智慧 但是他特別著重在 對兒子對仆人的管教 但特別講到是對兒子和對仆人的管教 前面講的是 怎樣自己會有智慧 前面講的是怎樣自己會有智慧 15節開始講的是 對兒子對仆人怎樣讓他們有智慧 15節開始講的是怎樣令到兒子或者仆人有智慧 15節 甚至障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 甚至障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 就是說我們要管教孩子 就是我們要管教孩子 因為17節說你要管教孩子 因為17節說你要管教孩子 你要管教你的心會得安息的 你要管教你的心會得安息 你的心會得喜樂的 你的心會得喜樂的 你不管教的話 孩子會令你蒙羞的 你不管教的時候 你的孩子會令你蒙羞的 你要讓孩子懂得遵守律法的 你要讓你的孩子懂得遵守律法 好 19節只用言語 仆人不肯受管教 19節只用言語 仆人不肯受管教 就是說用嘴巴講其實是沒有用的 就是我們用嘴巴講其實是沒有用的 我們只用嘴巴是沒有用的 我們只用嘴巴是沒有用的 我們要研教我們要生教 我們要研教也要生教 我們需要做榜樣的 我們需要做榜樣的 要做給他看 要做給他看 這個講到的是對管教 兒子跟仆人的智慧 以我講到是教導牧人 或者孩子的智慧 20節 你現在言語極造的人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20節你見言語急躁的人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急躁的人就是信口開河的人 急躁的人就是心 信口開河就是有話就隨便亂講的 就是有話會隨便 順口開河的人就是有話隨便亂講的人 就是亂講話 就是亂講話 亂講話其實講的都是錯的 其實亂講話講的都是錯的 其實就是說謊 其實就是說謊 其實就是不看重真實 就是不體重真實 21節 人將仆人從小交養 這仆人終究必成了他的兒子 人將仆人從小叫養 這仆人終究必成他的兒子 這個不是一個讚美 這個不是一個讚美 這個兒子是來 兒子是來成績產業的 兒子是用來成績產業的 所以這個仆人成為兒子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把你的財產全部吞掉了 所以這個仆人成為兒子就是代表他會把你的財產都吞掉了 所以我們要管教兒子 所以我們要管教兒子 我們要管教仆人 我們要管教仆人 該處罰就要處罰 該處罰就要處罰 不然的話他們沒有受教 如果不是的話他們就沒有受教 將來我們會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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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節 22節 好氣的人挑起爭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 好氣的人挑起爭端 暴露的人多多犯罪 這個一樣是在回應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要心裡要謙卑就會有和睦 這個就是剛剛回應之前講的 心裡面謙卑就會有和睦 24節講的是錢的問題 24節講的是錢的問題 錢的問題是回應也是一樣的 是回應第四節的 就是所要賄賂就是要錢 索要賄賂就是要錢 跟道者分章也是為了錢 跟道賊分章也是要錢 為了錢之後那個真實就不見了 為了錢的時候真實就不見了 所以24節他聽見叫人發誓的聲音卻不言語 就是24節他聽見叫人發誓的聲音卻不言語 就是知道有見證卻不說出來這也是罪的 25到27節 25到27節 要怕神不要怕人 要怕神不要怕人 因為懼怕人陷入網絡 因為懼怕的人陷入網絡 27節也是很特別的 27節也是很特別的 為非作大的被義人陣嫌 刑事正直的被惡人證物 為非作大的被義人陣驗 行事正直的被惡人陣護 就是說惡人討厭義人 義人討厭惡人 就是惡人討厭義人 義人討厭惡人 就是說我們不能夠討好人的 就是我們不能夠討好人的 我們都會有人看我們不順眼的 我們都會有人看我們不順眼的 所以在與人的關係上 我們要合乎忠道 所以我們與人的關係上 要合乎忠道 我們不要去一直討好人 我們不要一直去討好人 不要去慘媚人 不要去慘媚人 我們討人喜悅的結果 是最後大家都不喜悅我 我們討人喜悅的結果 就是大家都不喜歡 我們會有人不喜歡我們的 我們會有人不喜歡我們 你是義人 那惡人就不喜歡你 所以有人不喜歡我們是正常的 有人不喜歡我們是正常的 耗流忍血的 他要奪取完全人的性命的 耗流忍血的 要奪取人的性命的 所以人際關係的和諧 不是我們所追求的 所以人際關係的 不是我們所追求的 因為我們不可能討好所有的人的 因為我們不能夠討好所有的人 我們要做的就是 我們要愛慕智慧 我們要做的就是愛慕智慧 我們要愛慕公平真實 我們要愛慕公平真實 我們要恩待窮人 我們要恩待窮人 我們恩待窮人 可是我們不需要去慘媚靈舍 我們要愛慕窮人 但是不需要慘媚淪舍 我們不用去討好所有的人的 我們不需要討好所有的人的 一個藝人是追求智慧公平的 一個藝人是追求智慧公平的 當我們不去追求智慧公平的時候 當我們不去追求智慧公平的時候 我們追求金錢 我們追求金錢 我們就敗壞了 我們就敗壞了 我們追求聽好聽的話就敗壞了 因為虛黃就會進來了 因為虛荒就會進來了 我們要追求智慧 我們要追求智慧 追求真實 追求真實 這才是一條對的路 這才是對的路 當我們偏離這些路的時候 當我們偏離這些路的時候 我們會被管教的 我們會被管教的 我們會被責罰的 我們會被責罰的 我們需要修正 我們一直不肯改的時候 我們就會請客敗壞 我們一直都不肯改的時候 就會傾黑敗壞 求主來幫助我們 我們來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來敬拜我們的神